你若說剩一趴割不進去的那個 保衛很了不起 你是UR19 I'm the top 1%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 大家都去讀台下 所有的這個台下別人 變成要找頭路很困難 他沒有適當的job training 我們以前的技職學校 技術學院 工專 武專 三專 都一步一步改造台下 所以譬如 General Education Geral Education對年輕人要找頭路不好 對job market 也不好 所以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包括我們在有感經濟這個建議裡面 還是我們在對交友的改革裡面 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就是說 從以前的這個技職學校 現在改造普通的大學 還要把它改過來 如果有一些台下 已經是想不到學生了 割台下 割8分 也能夠去讀書的學校 割10分 16分 都能夠去讀書的 你現在很快的 ABCD的後面做的 還可以去台下的這個 如果還有這種台下 也能夠適當的退場 我想這才是改建我們台灣 University Education 還是College Education Tacking School Education 跟我們Geral Market的這個企業 這對我們台灣的經濟也好 對我們台灣的教育也好 對我們年輕人 特別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對年輕人的這個政權 包括說 企業 如果用年輕人的時候 我們鼓勵來補助這個企業 這個政權 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有 所以有這種風險 所以我們對台灣的這個經濟 有用很多心去了解 也有很多心 要讓大家知道 有機會 我就會跟大家說 我想對台灣來說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台灣的經濟不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可能已經受不了了 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 對我們台灣來說 最重要的國家就是美國 第二重要的國家 可能就是日本 對我們台灣最重要的這個國家 不管是安全也好 不管是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 文化也好 最重要的這個美國的國家 你們知道現在 我們台灣跟美國的母約量 差不多像台灣收到這個母約會 你們知道嗎 比較不太多 比較不太多 所以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這個經濟關係 如果有密切的時候 How can we expect ou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United States to be close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的關係 對美國的經濟關係 對日本的經濟關係 對其他這個選擇 民主國家的經濟關係 我們就要加強 我們就要加強 現在甚至美國政府看完 以前我們跟美國政府看完 台灣的經濟關係 跟中國太多 We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 美國政府看完 沒關係啦 自由貿易 你不可以跟他們說 哪裡不可以去 但是現在 美國政府說 我怎麼跟他們說 他們看到台灣對中國的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dependency is too much 這個dependency is too much It's not in Taiwan's interest And it'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And it's not in line with the U.S. rebalance policy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 鼓勵台灣 經濟也要rebalance 怎麼說要rebalance 就是說 它對中國的這個overdependence 這要扭轉的這個情形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 鼓勵台灣也要參加TPP 要參加TPP的美國學生 這個我也贊成 有年來的收支線 去法府 把Brookings公開演講 他就說到說 他 注定台灣應該要參加TPP 的negotiations 那時候美國政府 都沒有講話 那時候 那個收支線 那個Brookings公開演講 之後 隨便跟美國政府官員說 台灣應該參加TPP的negotiations 過不大久 我們就開始聽到美國政府官員 那個口徑開始在改了 所以我們台灣就是要透過 跟各個國家 發展我們的貿易關係 發展我們的極制關係 我們台灣才可以改變 我們現在overdependence on China 但是要參加TPP 這不是經營人 說我們台灣要參加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這有一個代價要的補償 包括我們台灣的 economic structure 這就是re-adjust 還是我們台灣的 多如牛毛的法規 這都要改 我們台灣的bureaucratic rate take 很嚴重 我在今年十二月前 去澳洲 去澳洲的政協訪問 澳洲政府官員 還有一些private sector 都跟我說 很清楚 你們台灣的bureaucracy 和你們的regulation 如果你們不改 其他國家 去台灣島主的議員 越來越多 尤其是台灣 對其他國家來說 西英里是越來越多 澳洲有一間很大間的銀行 叫做ANZ ANZ的這個 這個 高山的官員 他說 他說 ANZ 要台灣島主 溫航 要台灣開的溫航 奮鬥了四年 四年了 我們台灣bureaucratic rate take 終於說 好地可以開了 我們如果說 對這個 最大間的這段 怎麼合作的時候 我想其他 要去台灣島主的 他們的議員 對的經驗 因為想說 我想要來這裡島主 我要等四年 我這四年的期間 我可能去辦的地方 我會賺錢 我沒有要 所以這是 我們現在要面臨 這個 經驗的問題 所以我們為了要參加TPP 為了要讓我們台灣的經濟 更好 為了要讓我們台灣 跟有更多的國家 這個貿易的關係 我們更加密切 我想我們台灣 就要參加TPP 尤其是要參加TPP進展 我們要做足了 我們自己的功課 包括我們台灣 很多年輕人 they are so talented they are so smart the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onventions or contests and they win gold medals all the time 每一年 看得到贏金牌 最多就是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這個法令 法令 在台灣 主要給我們拿金牌 這個金牌 不可以拿來這麼多年 所以做政府的證明 就是要為他們這個法令 可以讓他們做mess production 可以讓他們commercialize 這是政府的證明 我想這對我們台灣好 對我們台灣年輕人也好 對我們台灣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也能夠更好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 現在面臨最大的一個問題 跟我們民進黨覺得 要怎麼處理的方式 一個政策 大家說 民進黨有經濟政策嗎 有 有齁 另外 我要給大家報告 就是核四 核四 是從古早民進黨 就反對的這個工廳 核四廠 從開始後 GE 他們沒有在做這種核電廠 所以subcontract to subcontr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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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那個規格 民進黨的規格 都不知道 大家知道 沒有人 所以如果去檢查 檢查說 你們這個規格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到底有安全的 沒有安全 沒有人比較保證 那個能源會 還是核能安全委員會 成立 去檢查 大家看到 不敢負責 實質的 大家都實質 不敢負責 到現在核四的安全報告 還沒拿出來 到底這個有安全 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 我想 去了解 都知道 即使這個核電廠 它是照原唱的整個 原廠 一廠 設施跟核一核二廠 一樣做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台灣 也不是沒問題 你看我們台灣現在核一核二核三 我們的核廢料 那個 重度污染的核廢料 就是燃料棒 用過 就是SPANQ 用過的這個燃料棒 放在土裡的核 放在廠區裡面 本來可以放出發機的 現在都超級出發機 已經不能放了 我們的第一階 核廢料 就是說 黃富衣 或是蚵仔 口罩 放在哪裡 放在蘭嶼 蘭嶼是我們台灣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很多外國人 如果要去台灣出口 如果去蘭嶼 有法定說 蘭嶼是 Living Archaeological Site 因為在那些人 又保持他們本來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們為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我們把核廢料放在那裡 就是說一般的空氣裡面 還有更多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台灣 如果沒有處理核廢料的能力 我們哪可以不斷去製造核廢料 第一步來說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地盪很多人 日本的福島核材 就是民地盪他們去海嘯 福島的這個核電廠去燃水料 這個核電廠才發生這個情形的問題 你看我們台灣的這四個核電廠 離斷層帶 活斷層 都很快 甚至有這個核電廠 它的核桿 剛才是斷層 萬一 萬一地盪來的時候 看什麼 日本對那個核電廠的安全範圍 逃生的範圍是30公里 福島核災之後 有三四十萬人 還沒辦法回去 他們本來住的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用30公里做這個範圍 我們台灣差不多有多少人 核氏這個範圍裡面有多少人 你知道嗎 有六百萬人 我們要離去哪裡 我們台灣人住的台北 附近的要走去哪裡 沒有帶走 我們沒有帶走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一直反對說要生煎何事 我們頭過不斷的這個選領 而且我們也有做一個小車子 頭過有機會是我們下鄉去做不斷的這個建設的選領 最近就是英文輔導何事的關聯 所以我們台灣有很多文藝界的民宿 電影界的民宿 是說年輕人 還有一些甚至是泛男 他們是一些好驚人太太 開始出來在反和 所以這裏作一個新的社會動力 覺得說我們台灣不願意繼續去核四 所以這是我們民進黨 那個發電出來的一個政策 標示說我們民進黨從古早到現在 我們聽這個名字